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主题 可能你我那真是都笑不出来 因为实在是凶残 而且到了令人作恶的地步 这个人是加拿大的一个成人电影的男主角 不过他在五月份底犯了下了一件非常可怕的凶残案 他杀死了一名中国的留学生 然后还把他分尸 据说还把整个杀害的过程po在网络上 然后把尸体用邮包寄到了不同的地区 甚至最后据说还把部分的尸首寄到了一个学校去了 当然这些事情造成他是成为了欧美在当时头号的通缉犯 最后他一路起来到欧洲 但最后是在德国柏林的一家网咖 看自己的新闻影片的时候 被电源认出来报警 然后把他抓起来 当然最后他要回到加拿大去接受法律的制裁 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前几天 在美国的麦阿密也发生一件可怕的凶残案 一个年轻人突然无缘无故的大白天 攻击在路边的流浪汉 然后最可怕的是 他竟然用自己的双拳去殴打 凌虐他之后 还啃食这名流浪汉的整个的脸部肌肉 最后是警方开枪把他击毙 才阻止这场悲剧 接着两个事情的发生 促使大家开始有点感觉到 怎么会突然密集的频率 发生这么可怕的凶残案件 是这些人的人格特质 还是他们自己种下了什么毒 甚至有人传说 是不是杀人恶魔或者食人魔 这个事情重新现出人事 促使连美国政府有关单局 都要出来否认 没这回事情 不必过度的恐慌 但的确令人很不解的是 常人怎么可以做出如此可怕 而且违背人性的事情 他们怎么可能突然之间 变得力气这么大 这么样的凶残 于是最后有些报道指出 可能跟一种目前 一些开始大家注意到的 一种迷幻药品有关 这个迷幻药品的名字 它叫做预言 也就是洗澡用的颜 不过跟洗澡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它的粉状很像洗澡用的预言 而这个预言据说吃了迷幻药之后 它会造成你自己的体力突然增强 而且做出了许多非理智性的动作 甚至可能开始有强烈的攻击别人的欲望 非常可怕的一种毒品 也促使美国当局开始正视这种迷幻药品 是不是要把它做更加有效的控制 当然到目前法律上还没有定论 这两起案件是不是跟这个迷幻药品有关 但的确这两件凶杀案的背后 显示这两个人的生活 凶手的确是很不单纯 而什么促使他们性情大变 体力倍增而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 恐怕还值得大家继续去研究去探讨 我在此同时 这个非常可怕的迷幻药品的泛滥 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入营 把深色头发染成金色 卖个诺达参加选秀 举手投足 自信又自恋 很会摆pose 深邃的蓝眼珠 刻意嘟嘴涂上红唇 更是他最爱的表情 全身上下迈个诺达 恐怕没有一个地方不满意 以美国男性詹姆斯迪恩为标准 曾经动刀整形 自称绝世有物 形容自己美到令人难以置信 在加拿大原本就是个小有名气的 双信念A片演员 曝光率不低 这回真的如他所愿爆红了 但身份是全球通气 杀人魔 美国男方手上的黄色塑胶袋 装的就是迈格诺达寄来的人腿包裹 刻意选在加拿大保守党的沃泰华总部 摆明要昭告天下 之后更发现还有另外一支人手 要寄给在野的自由党 豪险的邮局先被拦截 可怕的人骨拼图 谁是这些手脚的主人 同一天谜底有了答案 命案现场发生在蒙特楼 警方在这个行李箱里 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 被害者是33岁的林郡 来自大陆湖北武汉 走进小小的套房 桌子沙发 床铺和浴室血迹斑斑 惊悚分尸案引起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喜欢上网的麦格诺达 还把11分钟的变态杀人影片 PO上网路 名字就叫做疯子和冰角 割喉知解 兼尸还啃食人肉 这个可怕的杀人魔 在犯案后立刻潜逃出境 从加拿大飞到了法国 擅长变装的麦格诺达 被捕捉到用了假名 带着假发 顺利在法国机场通关 加拿大杀人魔 顿时成了欧洲 不定时炸弹 麦格诺达偏激的个性 两年前就曾经因为虐猫影片 登上了伦敦太阳报的头版 那时他就预言 他会回来 而到时候的被害者 就不会只是动物了 面对极其可怕的人物 6月4号下午 德国柏林这间网咖店长 终结了人们的恐惧 逮捕前麦格诺达正在上网 关注着自己的新闻 店长直觉他就是杀人魔没错 立刻报警抓人 危机终于是解除了 但外界还是存着疑惑 是什么扭曲了麦格诺达的人格 他在网络上自称接触过一种叫做预言的毒品 白色粉末 外包装真的很像预言 但别被他美丽的糖衣给骗了 看看夏浦 吸食预言后 瞳孔放大 眼歪嘴斜 极度不安 预言产生的幻觉效果 甚至比海洛银更强 恐惧 闭嘴 我感觉像是隐瞻的灯 我感觉像是隐瞻的 我感觉像是隐瞻的 我没有尽量阻止我 从13 14岁就染上预言毒瘾 夏浦能戒掉算幸运了 预言在美国起初算是一种迷幻药 在一般商店和网络买卖不是问题 后来发现上瘾的人越来越多 每过50个州有20个以上 明令禁止贩售 预言危险也因为里头 加了一种新化学物质 MDPV成分 只要3到5毫克 就可能出现心跳加速 高血压呼吸困难 甚至致死的后果 已经有多位预言的毒瘾者 出现了自杀和杀人的行为 虽然警方并没有查出麦格诺达 和预言是否有关 但几乎在同时间发生的佛州 迈阿密啃脸痴人案 被怀疑就是预言泯灭了人性 监视器画面的左下角 两个落男握倒在高速公路下的通道 露出双腿 警方接近时看到不可思议的画面 竟然是一个人活生生正在啃食 另外一人的脸部 在这场面上 一警察被困扰他的武器 被困扰了一个人 而那人已经失去世了 警方口头劝阻不听 连开六枪 被击毙的正是啃脸男 31岁的尤金 而被害者是一位当时 正在路边休息的流浪汉 尤金一开始先对他拳打脚踢 扯下衣服 接着流浪汉脸部75% 被啃咬 诡异的是 又是肢解 又是啃脸的吃人行为后 美国再传死人魔案 21岁的大学生金明瓦坦承杀害并肢解 37岁的室友 并吃掉了他的心脏和大脑 但犯案动机不明 连续三起吃人案 都在5月底爆发 网络甚至谣传僵尸病毒入侵人体 还有文章讨论着品尝人肉的滋味 只能说实在是十几点过于巧合 难免让人有了 穿着附会的想象空间